他们流泪,他们失落,他们愤怒,他们泄气 主播新世代,一个选秀节目,也是一个真人秀 让参赛者,他们身边的人都深刻了解到 想要梦想成真,过程艰难无敌 一直以来我们都想要办一个属于这个年代的活动 这个年代的年轻人有功名的,想要参与的一个活动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是专注在做新闻 新闻也是我们的强项 那当然做了两年之后,我们觉得自己有一定的基础了 然后是时候往更不一样的内容去发展 所以当然也结合了我们自己需要有一些主持人,主播 然后也结合内容方面,就往娱乐啊,比较综艺这一块去走 作为全马首个网络真人秀 主播新世代吸引了全马超过200人报名参加 但是最后录取的10人 比赛之外承受着许多不同的心理压力 包括导师们的苛责 制作单位的刁难 以及真假难辨的构心斗角 这个年代在网络也好,你会发现到越真实的东西 越没有被scripted的东西,其实是会有那个viral的 effect 所以我们就想说,既然我们要做一个选秀比赛 我们要做的跟别人不一样 要做出比较百格的feel的话 那我们就以真人秀的方式去做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真人秀的方式能够吸引到更多年轻人 能够引起共鸣,让他们来支持而参与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面对压力,有人应变自如 有人内敛沉稳,有人情绪崩溃 制作单位对学员们的试炼 有人赞同,有人反对 节目似乎都在以眼泪转收视率 这些考验是否真的过于残酷 你必须要有很强大的应变能力 这也是主播新世代一直最强调的东西 当你面对不同的挑战 不同的assignment的时候 或者是不同的平台的时候 你能够做出精彩的内容 虽然困难重重 学员却也展现出了不服输的精神 主播新世代正在激发出更优秀的他们 那些不看好我的 曾经看扁我的 看死我的 觉得我丑当不了主播的 你们等着瞧 下一次你们的电视机 荧幕上全都是我的脸 这四位参赛者如果你发觉的话 他们每一位都有他们特色的地方 都有他们很吸引人的地方 在这段日子里面 我们发觉他们一直不断地在成长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会遇到不同的人 这不同的人会给他们不同的说法 看法 把这一些都视为成长的养分 然后成为一个非常独特的自己 面对一些网民和观众的质疑 主播新世代作为本地第一个网络真人秀 节目和比赛的每一环 主办单位都尽力做到最好 我们从来没有做过这样子的事情 任何开放的动作都是很困难的 我们希望主播新世代能够一直地再办下去 一直地再根据时代的需求 不断地改进和不断地办下去 主播新世代是本地媒体业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它代表着媒体业对新人们的期待 它代表着媒体将逐渐转型 它也代表着一群年轻人对梦想的憧憬 刻苦以及坚持 对于各位想加入媒体工作的朋友 我认为主要的是这个行业非常的不容易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有正义感 如果你想改变这个社会 媒体会是你最好的平台 希望年轻朋友们永远在心中要有一个理想 和有一个想要追求的梦 然后新中媒体集团随时随即的无时无刻 都希望能够是那一个和人们一起照目 和一起追梦的人 我们一起追求的梦